你发现了吗 现在各家互联网大公司都在群雄逐鹿 开发自己的生成式AI大模型 但是到底哪家的效果更好呢 或者除了文本和图片的生成以外 你还希望利用生成式AI制作更多的应用 实现模型的私人定制吗 在今天的视频中呢 我就将分享一款 使开发者能够轻松的接入 并定制和扩展功能的平台 并对比Amazon、Meta等公司的 生成式大模型效果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什么是生成式AI呢 生成式AI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集 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呢 已经存在几十年了 但生成式AI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们可以向它提出类似人类的问题 并得到类似人类的回答 比如我们经常说的 XGBT就是生成式AI的经典产品之一 不过别担心人工智能不会很快统治世界 这个领域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现在是时候上车了解这项技术了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们将要做的就是通过提示 来获取文本和图像 为了展示更多公司的大模型效果呢 我这次将使用亚马逊云Bedroke来完成 这是亚马逊云提供的一项完全托管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用户可以使用API或AWS控制台 与底层上可用的基础模型进行交互 而无需自己配置 那目前呢他们支持的模型有这些 基本啊都是一些领先人工智能公司的高性能基础模型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登录亚马逊云 并看看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别吧 第一步注册或登录亚马逊云 那注册AWS会员非常简单 根据步骤去填写就可以了 首先呢填写你的邮箱和用户名 然后需要验证一下邮箱 完成以后呢填写你的地址等信息 到下一个步骤它会要你输入信用卡号 接下来只要输入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然后会收到一条验证码 那这个环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最后一般大家选取这个免费版就可以了 恭喜你这样就成功注册AWS啦 第二步选择模型 好的朋友们我已经登录到AWS控制台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确保我们在美国东部一区 这是保障有最全模型的地方 在搜索栏输入Bedroke 点击它 点击开始 进入它的后台控制界面 在首页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亚马逊云Bedroke现在已经包含的所有AI底层模型 不过注意如果你想要使用它们需要选择和申请 不过大部分申请都非常简单 在左边导航栏找到Model Access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所有模型 点击右上角 Manage Model Access 如果你想要测试所有模型 可以直接这边全选 需要注意的是 Cloud的申请呢会稍微麻烦一些 它会问你你拿这个模型是干什么的 你的公司网站是什么 在哪个行业运营等等 这可能需要超过一天的时间回复 所以我这次的实际演示中不会使用这个 除了它 其它只要勾选 保存一下 花费一到两分钟 所有的模型都将支持你使用 第三步 使用模型生成文本和图像 我们先测试一下文本生成的情况 Playground选择Chat 比如我这里选择亚马逊的这个模型 输入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 比如AWS是什么时候创建的 然后点击运行 你可以看到它正在回答我 在右侧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去自定义 比如随机性和多样性 点击信息按钮 它会提供说明告诉你这些值的作用 比如Temperature 改变生成中的随机性程度 较低的Temperature 意味着较少的随机性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并再次运行 它会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答案 而且在下方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关于这个模型相关的数据 包括响应时间 输入和输出的Token等 我已经完成了文本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图片的效果 点击左边导航栏的Image 选择一个模型 在下方输入一些我想要的东西 比如我想要一张可爱女孩的图片 迪士尼皮克斯卡通的风格 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这需要几秒钟去生成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调整右边这里的默认参数 再次生成 第四步 对比不同的AI模型 接下来我们直观的对比一下 不同AI模型生成的效果差异 选择Chat模式 打开Compare Mode 选择两个大模型 我这里选择Amazon和Meta的AI模型 作为演示 输入一段Prompt 假设一个未来的城市 其中融合了高科技和自然元素 详细描述这个城市的景观 包括建筑风格 交通方式 居民的生活方式 以及如何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这个Promptor可以评估 AI模型 在创造性写作 细节描述 和构建一个复杂场景方面的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你觉得哪个写得更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 使用亚马逊Bedroke的费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安需计费的 比如Chat模式 每次需要0.0437美元 如果是纹身图 也就是image模式 每张约0.018美元或0.036美元 我按照ChatGPT4.0一个月20美元的月费计算的话呢 相当于亚马逊云Bedroke 可以生成457句对话或1100张图片 那么大家可能也有点疑惑 亚马逊云Bedroke和我们经常提到的ChatGPT到底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发展能够轻松的接入各种AI模型 并进行定制和扩展 而ChatGPT是一个特定的AI模型 三 功能和应用范围 AmazonBedroke的功能应用范围更广 不仅限于文本生成 通过知识微调和 检索增强等技术 它还可以用于多种类型的AI应用开发 而ChatGPT更加专注于文本和图像的生成 像是回答问题 撰写文章等等 应用相对来说比较窄 如果你想尝试不同的AI大模型 或者你想为自己的企业开发一个AI应用的话呢 那就可以试试看亚马逊云的Bedroke 快去试试吧 如果你是纯小白想要学习AI的更多使用技巧 想要知道更多用AI可以赚钱的项目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我最新上线的AI商业实战攻略 在这个课程里 我会分享所有AI相关的理论和实操知识 包括很多市面上没有人分析过的商业实操项目 手把手带你复课赚钱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说明栏里面的链接 查看课程的详情 还有三节免费试听课 千万不要错过哦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 然后大家一起用AI改变活 关键 看到本身版很薄 握住 解决 分析 记忆